中共军队高级将领在持续遭到大整肃之后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夕 突然破格晋升陕西乡党和红军为上将 专告正攻的和红军可谓在人人自危 军心不稳之时临危授命为习近平监军 习把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套路发挥到了新高度 就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7月9日 中共党魁军委主席习近平 突然单独新提拔了一个上将何红军 在北京的军委八一大楼里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宣读了习签署的上将晋升令 之后习近平亲自向何红军颁发命令状小本文 还拍了合照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仪式 全体三个委员刘正丽 苗华 张声明 在后边笔直站立 这也是何红军首次以军委政治工作部 常务副主任身份公开示人 伴随上将军衔 他也成为正战区职的共军高级领导人 何红军此前并不出名 他就像一匹隐藏的黑马突然窜出 让人心生好奇 尤其这次任命的日期 卡在习近平刚开完延安军政会议后 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前 敏感时刻单独提拔何红军 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并以此揣测 习近平又将对中共军政大方向进行某种指引 其实 从习给何红军安排的新职务 担当的政治工作重点 就可以看出习这么做的意图 那就是强化军队对党 也就是对自己的忠诚度 令共军成为纯粹的党卫军 何红军的公开资料很少 中共全国人大网显示 他出生于1961年8月 今年8月年满63岁 陕西杨县能 从财新网报导得知 习近平军改前 何红军已经在共军总政干部部 任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官拜少将 2017年5月 已经履行军委政工部主任助理 何红军是在参加5月4日 中共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 安置工作小组会议时 被军报披露新职务的 报道说 何红军以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 安置工作小组副组长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身份 出席会议并讲话 公开资料显示 何红军早年曾任新疆军区某师政委 青海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但披露此资讯的财新网 当年报导已被404 因此 何红军早年经历细节无从知晓 何红军队历如此敏感 另外两点便愈加引发关注 一是他的陕西籍贯 二是他作为政工干部的篡声速度 有时政分析人士认为 何红军来自陕西 是习近平过去10年精心挑选培养的政工干部 从此次提拔上将看 习已认定何是值得自己信赖的亲信 10年前的2014年6月 军报就刊登过何红军在总政皇寺第二干修所教育活动中的一篇讲话 身为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长 他在这篇题为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的不长讲话中 发挥了不少中军的言辞 他说 习主席强调指出 标准决定品质 习主席的重要论述 为干修所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提供了根本遵循 强化理论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奸 单可磨也而不可夺斥 对共产党人来说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盖 是心中明灯 重点学习好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解决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问题 建为支柱 十年前就能对一帮七老八十的军队干修所老头老太太这么说 习主席看了军报一定暖心 因此十年后 一举将小和提为上将 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和红军也是习上任后 唯一提拔的从少将到中将到上将的正攻降临 而且速度很快 从2013年7月 和红军晋升少将军衔 到2019年12月晋升中将 再到2024年7月晋升上将仅仅仅11年 而共军中一升纸布少将的军官大有人在 政治部副主任也能升上将 便成为军官着升的新的风向标 但这对共军军金的稳定肯定不是个好消息 军事将领们可能会认为 正攻干部显然比我们吃香 更能得到党魁的倚重 努力搞军事还不如做正攻容易爬升 那么习近平急于单独提拔小乡党和红军 为的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赋予信得过的人以更大权力 习近平打破惯例 把正攻干部升为上将 直接印证了他在延安会议后 把政治建军作为自己掌控军队绝对权力的部署 今年3月28日 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升为上将 已经打破惯例 他之前的两名专职军委政法委书记只是中将 此次和红军晋升上将 算是习再次破了规矩 其实回头看 习近平2016年的军改动作已经证实 他要走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之路 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组建的总原则 原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 四个相对独立的总部被划为15个职能部 由中央军委统侠 而划出的军委政治工作部当时就很显眼 共产党的政工部门说白了就是掌控官员生杀大权的部门 按现在的政治生态只有忠于习近平才够格当官 所以政工部主任的人选相当关键 有人会说现在的主任苗华上将难道不够格 为何还要再提拔一个上将当常务副主任 时政分析人士蔡胜坤认为苗华是江泽民提拔的少将 胡锦涛提拔的中将 虽然在福建服役期间和习近平相熟 也不过是酒桌上的朋友 苗华这样的将领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绝对忠诚 而和红军就完全不一样 他是习近平在位期间 从一个失职政工干部一路提拔为上将的 至少目前看和没有不忠习的理由 再一个苗华1955年生人到今年11月已满69岁 就算没闹出不忠事件也该退役了 如今习提拔和红军当上将 很可能再准备接替苗华 特别是常务副主任职位 也有架空或至少制约苗华的迹象 就像2018年时任总理李克强提名公安部长赵克志 很快习近平提拔亲信王小红 当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操作 因此了解中共政治惯性的人们估计 未来帮习近平掌控共军政工组织人士大权 应该非和红军莫属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只有共产党国家的军队 除了军事指挥官 还搭配一批同级政治官吏 如师长配政委 连长配指导员 双手掌制是克隆老大哥的做法 列宁为混杂大量旧军人的苏联红军 设了一个脑控军官 政治委员 列宁当年为了壮大军队 大胆吸收旧军队的人才 负责指挥战役 但政治上却不可靠 于是设立了政委 列宁甚至规定 战场上政委和军事指挥官发生意见冲突时 政委有一票否决权 有力之处是 战场上师长阵王 政委可以接棒指挥 军队不至于数党胡孙散 等于上了双保险 苏联解体此质已在俄军中消失 但中共却仍然掩用 原因就在于 毛泽东发现 这款从俄爹那里驳来 经过自己加工的特色建制 对掌控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 好处极大 毛建政后在位27年 由于常年对军队洗脑 要忠于毛主席 基本没有发生过 成建制反毛的军变 有人怀疑 双手掌 难免各有势力 真打仗不会乱套吗 值得白养一匹练嘴的小白脸吗 中共党魁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 他们觉得值得 和平时期 脑控比战力更重要 因此 安排政工干部 把控官兵思想动态 培养忠诚基因 最终使之变成官兵的固化观念 中共就是以这样的政治制军 在冷兵器到热武战争中 发挥了最大效应 从而完成夺取政权的终极目的 所以人们在《强国红篇》中 经常看到 共军每到一处都要刷标语 开斗争会 闲下来就整风 互相揭发抓特务 在内部制造寒蝉效应 使人人自卑 而这些都是由政工干部操盘的 还有共产党国家以外 很难见到的军队文工团 也是共军双手掌制衍生的产物 而且成为藏屋纳垢之所 先是毛泽东 周恩来们 搂着女文艺兵跳交际舞 累了到休息室 做不可言说的勾当 后来轮到贪腐总头目江泽民 碎文工团女演员 党媒女主播 引出各种绯闻风传 两害相权取其亲 共军双手掌制带来的贪腐之风 并没有撼动邓小平习近平几次军改的阻止 结果无论怎么折腾裁员 双手掌制却没有被取缔 主要原因就是政工干部 已经成为党指挥枪 不可或缺的工具 和红军如果活在战争年代 就是带领士兵刷标语 开会汇报思想 上党课 抓特务叛徒的角色 这位小个子新晋上将 如今肩负着习近平的重托 更是掐住了高级将领士图的七寸 其位置之重 无疑会被军队高层忌惮 习近平11年间 发挥军纪委政治部的职能 已经打掉200多将军 其中包括不少他一手提拔的亲信 如最近落马的李尚福 魏凤和两个国防部长 但习并没有从承批镇压军内反贼的胜利中获得快感 反而压力山大 他为了给自己减压 必定会更加倚重掌管军队政治人士的政委系马仔 这就是他提拔乡党和红军的自然逻辑 毛泽东近百年前发明了三弯改编 这次改编重点就是确立了织布建在帘上 这是中共一直强调的党指挥枪的源头 党媒军媒宣称 1927年 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的三湾改编 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标志着毛氏建军思想形成 外界发现习近平改来改去 甚至2015年尝试将共军从苏氏转型美军的制式 但发现只能动表皮 变更党卫军的内核太危险 无可奈何 只好回到毛泽东老路 继续强化党指挥枪模式 那么党领又不能自己累死忙死 依靠代理人就只能采选 军队政工当然最好从现役军人中选 按照蔡胜坤的形容 习近平福建任职时的九桌朋友 生于福州驻厦门的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苗华 就被习把着为军改后的军委政工部主任 但习后来似乎感觉党内军内福建帮势力 人称敏江派逐渐作大 仅军内高层便已成规模 除苗华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外 还有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 武警政委张鸿斌 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 退役军人部长裴金家 北部战区政委郑玄 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等 习近平多次公开讲要防止团团活活 即便都是亲信 人多心意难测 说不定会对习形成隐性威胁 作为党魁 玩人事制衡则是必须的 于是 他的陕西党乡和红军 从十年前地方军区的中级军官 便连续得到三次提拔 如今成为习近平公骨 军委的上将不是因为战功 也没有亮眼的表现 就是听党话忠于一尊 一个搞正宫的丑小鸭 一飞冲天变了黑天鹅 当然 孤军南战 习通过火箭军危机看到形势严峻 赶紧放和红军进场 配合另一位陕西武功级官的上将 军纪委副书记 兼委主任张声明 令二人形成互动 继续亲习军中部中降临 还有要制衡的另一位 就是网传可能会对习 升出二薪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 虽然反对意见认为 张又霞家族和习近平家族是两代世交 不可能翻车 但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从任总装备部长 到2017年上任军委副主席 已经在军内高位上深耕十几年 特别敏感的是 刚落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魏凤和 都是张又霞亲信 中共却给二人做了极为严厉的定性 大有不杀不解党回辛苦之恨的意涵 那么张是否会因此被人栽赃 甚至先下手为强成为不定数 因此 多安排一个监军 盯着张又霞及其手下的动向 会使习近平心绪少安 当然 作为常年的军队政工干部 何红军最擅长的是政治辩识 接下来的沉重任务 便是深入考察他恩公习近平上台以来晋升的77名上将 幸存者中还有没有反贼 可以预计 中共军界下一场没有硝烟的血腥清洗即将展开